朋友们大家好,我现在在陕西西安 这里是在仙市的市中心 前面看到的就是仙的地标性建筑 仙中楼和仙古楼 这个是中楼 旁边这个是古楼 之前我在网上拍过一个仙中古楼的视频 当时我说仙的中古楼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的中古楼 但是在网上看到有很多网友留言 说是北京也有那个中古楼 而且北京的中古楼它建设年间时间 而且规模比仙这个还要大 所以北京的中古楼是现存国内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中古楼 北京的中古楼我确实没有真实去参观过 以后有机会的话想去看一下 不知道仙的中古楼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中古楼 还是北京是现存规模最大的中古楼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说一下 这个就是中楼了 现在中楼通高 从底到最顶端好像是37-38米吧 不到40米 旁边是古楼 反正都是30多米 40米左右 这个古楼中楼上面有一股大钟 早上是击钟报时的 古楼上面有很多鼓 也是为了敲钟 晨钟木骨 早上敲钟 晚上击鼓 因为古代它没有那个钟表嘛 从那个钟楼上敲钟 击鼓 用于报时 这个是西岸的市中心 非常繁华的一个地段 今天天气也非常好啊 蓝天白云的 中楼上面有很多游客 大家来现的话可以上去参观一下 看一下这个中楼建设非常的漂亮 是一个正方形的建筑 古楼是一个长方形的 它这两个建筑都是最早建于明代啊 已经有600多年龄时了 看来普楼上面有很多的大锅 上面一共有24面大楼 代表24节气